诗篇第五十一篇 你审判的时候显为轻正 看哪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 看哪 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 在我内心的隐秘处 你是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洁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净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恶 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 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重得你救恩的喜乐 重新有乐意的灵支持我 我就必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回转归向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必颂养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开我的嘴 使我的口宣扬赞美你的话 因为你不喜爱祭物 我就是献上烦祭 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 就是破碎的灵 神啊 破碎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按着你的美意 善待喜安 求你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你必悦纳公义的祭 全生的凡祭 那时 人必把公牛陷在你的祭坛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